9号 刘十一 小伙你是开超市的 有没有那种奢账不给的 因为我也开过超市 有过 有过 那你一般都是怎么要账的 我要账的水平不是很厉害 那我教你吧 那太好了 太好了 那太好了 长得挺好 9号 那个刘十一开过超市啊 对 是那种小超市 我爸我妈他俩分开之后 我大概十五六的时候 就自己经营这个超市 然后进货 卖货 记账 然后要钱都是我管的 9号还挺有戏的呢 都是你管 对 十四五岁的时候 对 然后我十岁的时候 就可以进货了 哎哟 天哪 十四岁就开始自己整个超市了 对 这你能想象出来吗 不能 不能 你特别厉害啊 挺优秀的 然后一般就是要账啊 也都是我需要 然后一般是先礼后兵 就他家卖什么玉米啊 苞米啊 花生啊 然后一听到这种信 我就拿着我的小账本 和我的计算器我就去了 先问问就是卖多少钱呢 你看我这个账 设一年了是不是得给了 然后他要是不给的话 我一般就是留下吃个饭啥的 你还挺大 人家就是 你人家不给你钱 还能留你吃饭吗 不用他留 我自己就可以自拿碗块 人家不赶你吗 不赶我 因为这个账吧 就是一次要不给 我不会这样的 就是十四八四 我才会这样 你就直接拿碗块 坐那吃饭了 对 然后这样还不给的话 我就是本年过节赌一赌 咋赌啊 就是过年过节 上大家溜的一趟 拿我的小账 这要是不给的话 那我是一点招都没有了 我家卖店 就是黄了这么多年 到现在有一个 三千一百五十块钱的账 到现在没给 哎呀 三千一百五 你就记这个清楚 对 然后 谁欠的呀 是我家拐弯后院 叫啥名啊 李 姓李 姓李啊 老李家是吧 对 你要过多少回 没要回来呀 哎呀 那就不用数了 卖苞米要过 逢年过节要过 就他中彩票 我都去要过 他还中过彩票呢 对 中过彩票 中多少钱呢 具体不知道 我一听到信了 我就赶紧上他家去了 然后就是 钱也没看着 人也没看着 媳妇也没看着 啥都没看着 然后我想说 就是全程的恋这么火 我家那边有好多人看 我都这么说了 钱是不得给了 我就把零抹了 你把三千一给我就行 这还要这样一样 这样的挺厉害的 挺有哲理 挺有精 你是想找个 这样的厉害一点的媳妇啊 对 厉害一点 一点都没想管过 这个家里的事是吗 对 她帮我管钱 我管挣钱 看一下第二个短片 回来我们接着聊 我在处男女朋友的方面 是很有原则的 我认为不结婚 不应该通知 如果成了爱情 如果不成 不等于扛了人家姑娘吗 咱们这么小 不能干处格的事 如果咱俩出去巷了 你绝对不可以 夜不归宿 除了在你父母家 在你闺蜜家住都不可以 如果你手机就会没电了 我会挨个打电话找你 在别人眼里觉得我很小心眼 其实我是对男女关系负责 13号 余燕 我就是有一点就是封建的那种呢 就别说什么同局了 除非咱俩就是定了 就是男女朋友之后 然后咱们再慢慢发展 差不多 差不多 我也是这种感觉 我咋觉得小伙 你好像比余燕还严格呢 可保守了是吗 保守 保守 孩子可好了 这孩子可好了 你那个短片里 对那个姑娘说那话 是真实的吗 对 真实 非常真实 那时候应该是正月十五 我和我出为第一个对象 去南湖 那天我正好看花灯吗 我俩就在公园 累了 她说要不咱俩 找个地方 对呀 我说咱俩需要冷 毕竟还小 多大 你那时候多大 二十处头 二十一吧 二十一 然后呢 为了对你父母负责 也不能这么 这么着急 除非咱俩处得差不多了 可以领证的时候 或者领完证了 咱们一起领完证了 再去 不好意思说 就是领完证了 才可以再进一步的发展 对对对对 我觉得 其实小伙子能说这样的话 非常非常难得 这可不是不解风情啊 是 这是真正的一个 有责任感的男人 所以这是女人要想走进婚姻 找另一半找什么样的 一定得找有责任感的 现在这样的人不好 谁要跟她过日子是真没问题 真没问题 我觉得 小伙子记住啊 就是年轻也好 或者是将来 有了年纪 有了阅历也好 对于咱一个男人来说 责任二字都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宝贵的 这样有责任感的一个男人 啥姑娘嫁给你 我觉得也错过了 来 缘分贴使分给你 谢谢缘分你 谢谢王哥 加油 加油 看好你啊 加油 加油 看好你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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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你啊 讲一声送给小伙 加油 加油 でку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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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